好弟兄姊妹 今天是希伯来历的 10月24日 公历的 2024年 1月5日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开始学习一本新的 Sifer 叫Sifer Simon 中文把它翻译成 出埃及记 那么我们首先 来学一个 Aresal的结晶 那么这本书 开篇 第一节经文 Venish Mois B'nai Yisrael 这些是以色列 种子的名字 哈巴因 Mitzrahma 当他们正来到 埃及 S Yaakov 和雅各一起 Ish Vish So 每个人和他的家屎 B'u 来了 那么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的字面翻译 那么这节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难点 首先这个地方的动词 第一个动词 哈巴因 对吧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 来到 那么因为这个中文 它没有这个时代 你看不出来时代 如果你翻译成英文的话 叫coming 叫现在时代 中文的话来到你 你不知道是来到是过去时 这个还是现在时 但希伯来文有时代 那么希伯来文这个地方哈巴因 如果翻译成英文叫coming 对吧 现在 现在进行时代 那么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地方的语法的话 不应该是现在时代 应该是过去时代 过去时代的话 那么这个动词应该叫什么 叫巴 那这个地方没有 对吧 这个拉比解经 这个地方照理说 应该说 他们来了 应该是过去时代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很多年了 几千年了 对不对 以色列人下一集 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应该是发生的 应该叫宝物 但这个地方的经文 却正在进行当中 对吧 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经文 如果你真的按照字面意思 对吧 应该怎么翻译 应该叫 这些是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他们正在去 正在来埃及的土中 这是个难点 什么意思 那这地方有很多解经 那我们这个地方 给大家一个 a result的解经 在卡布拉的解经 首先 在土耳里边 在圣经里边 大量出现 埃及 对埃及 出埃及 什么意思 大量出现埃及 这个埃及 究竟是什么概念 这个西伯来文叫 米斯特拉尔 那么拉比的标准解经 卡布拉的标准解经 这个单词可以把它拆开 成为 米斯特拉尔 样 米斯特拉尔就是峡谷 对吧 英文叫street 中文一般把它翻译成峡 峡宅的地方 样是海 海峡 什么叫海峡 是大海当中 很峡宅的地方 代表 禁锢 对不对 所以说 埃及是一个禁锢的地方 是个狭窄的地方 对吧 那么相对于灵魂来说 埃及代表一个容器 埃及代表 禁锢灵魂的身体 那么灵魂 是自由的 但什么时候灵魂不自由了 当灵魂进入人的身体 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器皿 把这个灵魂给限制了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今天你的 你看不到灵界的东西 你看不到天使 你看不见神 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灵魂在身体里边 什么时候你的灵魂脱离了身体 你就什么都看见了 所以说埃及 代表人的身体 那么进一步讲 人的身体从什么地方 这个出这个这个 生长起来的 子宫 对不对 这是女人的子宫 这是埃及 那么 这是以色列种子的名字 希伯来文叫 Bene Israel 以色列的种子 以色列的儿子 那么阿尔绕解经 以色列的种子 代表以色列的集体灵魂 代表人的灵魂 他们来到埃及 代表灵魂 进入 禁锢的身体 接下来经文说 et yakov 和雅各 和雅各 是什么意思 阿尔绕解经 和雅各 这个地方指的是 善的潜能 那希伯来文叫 yetzer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善的倾向 这个 这个这个 是有形象的意思 有倾向的意思 对不对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阿尔绕解经 当灵魂 仍然在母亲的子宫里边的时候 善的潜能 就进入了人的灵魂 就婴孩 胎儿 胎儿 当胎儿 还在母亲的肚子里边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灵魂刚刚进入身体 那么善的潜能 就进入了灵魂 或者说附在了灵魂上面 这是阿尔绕的解经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在塔玛德里边有个标准的解经 说人在出生的时候 对吧 小宝宝刚刚出生的时候 他只有恶的潜能 犯罪的潜能 那么在这个时候 人还没有善的潜能 人必须要等到行割礼 就第八天 行割礼的时候 那么善的潜能 才能在这个时候进入身体 当然这个是针对男孩 因为女孩的话呢 他不行割礼 所以说那么女孩在出生的时候 就会有善的潜能 但男孩的话 必须要等八天以后 但是八天以后 这个善的潜能 进入这个婴孩 这个婴孩的身体 只是一小部分 一点一点的 要必须要等到十三年以后 小孩子十三岁了 因为十三岁就成熟了 对不对 这个男孩子十三岁就成熟了 开始长胡须了 这个声音也变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叫成人礼 对吧 叫巴尔 密斯瓦 那么在成人礼的时候 那么善的潜能 就完全进入人的身体 这是塔莫德的解经 那么塔莫德的解经 和阿尔萨的解经 出现了矛盾 那么怎么样去协调 这个矛盾 那么在密斯瓦里边 有一个先者 叫阿尼埃尔 马尼斯 那么塔莫德 他说善的潜能 其实的确 是在人出生的时候 就进入了灵魂 只不过呢 这个时候 只有那么一丁丁点 很少很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小孩子 不断的成长 学习陀拉 听陀拉 讲道 他的善的潜能 就逐渐的成熟 直到13岁的时候 就完全成熟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边 这个来到中 哈巴印 是一个现在时态 而不是过去时态 为什么 因为人的灵魂 以及善的潜能 他注入人的身体 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 渐进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经文 撒末尔记 上 有这么一节经文 耶和华论 以色列的末世 铺张诸天 建立地基 造人里边之灵魂的 耶和华说 这个地方的西伯来文叫 V YOTER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的这个VYOTER 其实和这个YETZER HATO 这是一个同一个答案 对吧 所以说 但这个答案字 它又有改造的意思 这个地方我们中文 直接把它翻译成造 但你说造 造有很多 创造改造 建造 对不对 有很多造 那么这个地方 中文的话呢 就体现不出来 那么在西伯来文里边 VYOTER 是改造的意思 改造灵魂 那么为什么 这个地方 它不说创造灵魂 它要说改造灵魂 对不对 因为创造的话 代表无中生有 以前没有 现在有 改造的话 代表以前就有 现在是在改造 对吧 灵魂 是改造 而并不是创造 所以说这个地方 是VYOTER 改造灵魂 那么改造改造 就代表一个 不断进行的过程 所以说 Zohar解经说 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他越成熟 那么灵魂进入身体 就会越多 也就是说 每个人这个身体里边的灵魂 这个多少是不一样的 要看你的 这个属灵的生命 对吧 如果你这个人 比方说你是一个无神人 估计你身体里边 这个灵魂是相当少的 就那么一叮叮点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一天到晚学习Torah 向神祷告 对吧 那么你的灵魂会 会很多 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灵魂的 多少这个程度 是按照你的生命的成熟 成正比的 你的生命越成熟 你的灵魂就越多 那么接下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这个叫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节经文 撒摩尔记上 二章第二节 没有像伊和华圣洁的 除了他以外 没有其他的 也没有磐石 像我们的神 那么这个地方 拉比结晶 什么叫做 只有耶和华 对吧 没有像耶和华圣洁的 什么意思 在圣经里边 以色列也被称为圣洁的 卡斗许 那么神也称为圣洁的 卡斗许 但这两个圣洁 两个卡斗许 有本质的区别 以色列的圣洁 他不是固有的 而是从外面获得的 怎么获得的 神给他的 对不对 人的圣洁 是神给的 把他算作圣洁 就好像人的义也是一样的 人的公义 也不是固有的 而是获得的 是神给的 神把他算作有益 神把他算作圣洁 对吧 所以说这是以色列的圣洁 但是这和耶和华的圣洁 是不一样的 因为耶和华的圣洁 是固有的 固有的 他本来就有的 他不是从外面去获得的 对吧 所以说经文说 在你以外没有其他 对吧 那么这就是神的圣洁 和以色列圣洁的 本质的区别 赵主的圣洁 是固有的 对英文叫做intrinsic 他固有的 本来就有的 那么人的圣洁 是acquired 对吧 是获得的 从外面获得的 被算作圣洁 这是本质的区别 那么什么叫做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是吧 Vain tour ke Eloheinu 那么纳比解经说 这个地方 不要把它理解为磐石 而应该把它理解为 艺术家 他说神 没有艺术家像我们的神 对吧 因为磐石的西伯来文 叫tour 而艺术家的西伯来文 叫tayar 同一个词根 其实这个tayar 和这个改造 youtier 也是同一个单词 同一个词根 包括 善的潜能 恶的潜能 youtier 也是同一个词根 对吧 都是同一个词根 对吧 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共性 改造 那么艺术家的工作是改造 对不对 改造 对吧 所以说和磐石 也是同一个词根 那么为什么 拉比把神比作艺术家呢 对吧 说没有艺术家像我们的神 那么我们的神和艺术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拉比也已经说 艺术家 在纸上画人 他不可能同时画出身体里边的各种器官 但是神画人就造人了 神造人就是画人 神画人 他不但可以画出同时画出人的五脏六幅 而且还可以在人里边画人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在人的里边画人 在子宫里边还有胎儿 他不单单在胎儿里边可以画出五脏六幅 而且还能在胎儿里边画出他的灵魂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给的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经文说 Veyu Tehr Ruach Adam Bikirbo 他改造了人里边的灵魂 那么这里边的改造 Veyu Tehr和磐石 艺术家同一个词根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改造是一个过程 人的身体越成熟 那么进入身体的灵魂就会越多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 出埃及异 第一章里边的来到中是现在时代 哈巴印 因为灵魂进入人的身体 是一个递增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 陀佛说 每个人和他的家屎 什么意思 那么阿里绕解经 当义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婴孩出生了 当婴孩出生以后 你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身体 所以说 土耳说 每个人和他的家庭 因为家庭 是人的身体 身体 正如身体 是灵魂的家 那么家庭 是人的家 一个概念 那么经文的最后一个单词 把物他们来了 过去实态 代表出生的时候 灵魂的所有的感官 都完备了 都进入了身体 接下来 在初爱集记 一章第八节 出现了这么一节经文 有一个新的王 起来了 来 治理埃及 他不认识 约瑟 什么意思 那么阿里绍解经 这个地方新的王 是指的是 恶的潜能 那么这就是 下面经文里边 年老和愚拙的王 在传道书 四章十三节 有这么一些经文 贫穷 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 不肯纳减的愚昧王 少年人 贫穷 有智慧 那么超过了年老 又比较愚蠢的 王 因为他不明白 那么纳比解经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贫穷 贫穷 而有智慧的年轻人 那么这是指 善的潜能 为什么称他为年轻人 因为善的潜能 在人十三岁的时候 才和人配对 才成熟 为什么称他为贫穷 因为没有人听他的 为什么称他为称他有智慧 因为他教导人走正路 看到没有 什么叫善的潜能 善的潜能 没有人听他的 对吧 因为善的潜能是教人去行善 那么人都不喜欢行善 对吧 所以说没有人去听 善的潜能的 所以说他是贫穷的 但是他所教导人的是正确的真理 是教导人去走正路 所以说他是有智慧的 那么年老和愚拙的王 是指恶的潜能 为什么称他为王 因为所有的人都听他的 为什么称他为年老 因为他从人配对 他和人配对 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 为什么称他为愚拙 因为他教导人走弯曲的路 对吧 一直到人走迷路 凡听他话的人都会惹火上升 最后都会后悔莫及 看到没有 什么叫恶的潜能 恶的潜能就是我们身体里边 我们意念当中 引诱我们犯罪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 我们每个人都会听他的 所以说他是我们的王 他掌控了我们 对不对 我们的声音叫我们今天要去干坏事情 对不对 要去贪恋一下什么呢 要去吃一些什么不能吃的东西 要去玩一些不能玩的东西 要穿一些不能穿的东西 他叫我们去干嘛 我们就去干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王 所有的人都听他的 那为什么称他为年老 因为他一看我们人一出生就有 那个小孩子一出生 就有了恶的潜能 你怎么知道 你看那个小孩子一出来 他才不管你这个在哪里 他他想干嘛就干嘛 他想大小便就大小便 他想哭就哭 他才不管你什么开会要安静怎么样 他肚子一饿就哭 他管你的什么都不管 你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考虑你是谁 对吧 他完全受到了欲望的掌控 对吧 为什么 所以说这个人一出生就有恶的潜能 那为什么他是很愚拙的 那么你听他的声音去犯罪的时候 你当然很爽 但是你干了坏事情以后 你会意识到自己又做错了 后悔莫及 所以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 是一个很愚拙的年老的王 接下来说 在埃及上阿里绕解经 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恶的潜能 笼罩在子宫的上面 所以说阿里绕认为 善的潜能 在子宫里就进入了胎儿的身体 那么恶的潜能 被称为埃及的新王 在子宫里边就创权了 所以说在出生的时候 恶的潜能就完全的掌控了人的身体 他不认识约瑟 那么指的是恶的潜能 不认识神 因为恶的潜能 他只知道追求这个世界的欲望 他当然不认识约瑟 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说 出埃及记一章第九节对他的百姓说 看啊 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对他的百姓说 而绕解经 这是恶的潜能 对污秽的权柄说话 灵魂的感官比我们多 对不对 灵魂的感官也就是说 这个人的灵魂他有很多的感官 那么这些感官的设计 是要去战胜 恶的潜能的引诱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法老是怎么样做的 这个恶的潜能是怎么样做的 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 于是埃及人派都公 都公的去挟制他们 加重 加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了两座疾祸城 就是比东和南塞 那么他们 就他让以色列种子做奴 要去奴役 这个灵魂 为法老 法老就是恶的潜能 建造了两座疾祸城 那么法老的西伯来文叫 帕洛 是吧 他的两 他的这个字母 你把它重新排列组合以后 就成了 警像的意思 法老是警像的概念 那么疾祸城 就是仓库啊 是身体 这是恶的潜能的战场 对吧 这个恶的潜能 他最终的目的是让身体沉迷于物质的享受 所以说这是恶的潜能的仓库 那么通过这个仓库 就可以给恶的潜能提供能量 那么这个景像 连接两大器官 一个是人的嘴 一个是人的肚子 对吧 那么阿尔兆解经 比东 是嘴 南塞 是肚子 比东的希伯来文叫 皮送 那么是指人的嘴 人的嘴 是人吃喝的器官 所以说人 通过嘴 去满足自己对物质的享受 那么皮痛 可以把它扩展为 皮 深渊的嘴 因为恶的潜能 对人最大的引诱 就是给亚给亚 他永远没有 知足的时候 对吧 所以说真言三十章十五节说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亚给亚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那么恶的潜能 人的欲望 永远没有满足 对吧 吃东西永远吃不饱 对吧 永远不够吃 所以说比东对应的是嘴 那么南塞 把他理解为肚子 饿的肚子 因为肚子 是消化嘴巴 吃进去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 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让他们越发多起来 越发蔓延 埃及人就因 以色列 繁愁 那么恶的潜能 越发的 逼迫灵魂 那么灵魂 反而 越 成熟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休息 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 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其他的亮光 好 弟兄姊妹 下个星期四 会进入新月 新的一月 十一月 洗发 我们来做一个迎接新月的祷告 十一月 新月是即将来到的第五日 愿给我们带来良善 愿了圣者 祂的名是可颂赞的 更新祂 为我们为祂所有的选民 以色列家带来生命和平安 阿们 喜悦和快乐 阿们 救赎和安慰 阿们 让我们说 阿们 阿们 好 弟兄姊妹 我们接下来 进一步给大家分享 这个星期的亮光 那么这个星期的 这个第二个亮光 如果 那么以色列 代表 这个灵魂 身体灵魂 那么以色列的 十三个支派 那自然 是对应生命术的 十三个属性 你说啊 这个 以色列怎么是 十三个支派 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 这个 以法连和马拉西 以法连和马拉西 被提升成了儿子 所以说 十二个支派 变成十三个支派 那你说 生命术怎么有十三个属性 生命术不是十个属性吗 不错 因为 生命术有十个属性 但是 冠冕 里边有三层 分为三层 最下面一层叫 叫 一般我们把翻译成叫意愿 英文一般翻译成叫will 也可以翻译成旨意 如果涉及到神一般翻译成旨意 如果是人的话 就是意愿 那么第二层叫 喜乐快乐 那么最高层叫 信心 对吧 所以说十个属性 加两个就变成十二个属性了 那你说还有个十三个属性呢 那就是知识的属性 对对 那么一般的话 当我们提到冠冕不提到知识 但其实两个属性都有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十个属性是十一个属性 十一个属性 再加两个属性 那不变成十三个属性的吗 所以说生命术 它也是有十三个属性 那么以色列有十三个自派 所以说 以色列的十三个自派 那肯定是对应生命术的十三个属性 那么怎么 我们怎么样来对应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思考一下 首先有几个比较明显的 那按照我们以前的学习 有几个属性的对应是很明显的 比方说 最明显的 是这个Ruven和Simon Ruven流遍 投身子 它的意思是看 儿子 Ru Ru Ruven 看 而Simon呢 是听 对不对 所以说 那我们以前的学习 那么这是很明显的 那么看 总是对应 Hohoma 智慧 那么听 总是对应 Bina 通达 那么这个 这个概念是很清晰的 对吧 这个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所以这是最明显的 所以说一般的说来 这个智慧 其实是投一个属性 为什么一冠冕一般看不到 对吧 冠冕一般看不到 所以说流遍 是投身子 对吧 接下来 习梦 是老二 对吧 分别对应生命术的 智慧 和通达 好 那么你有了这两个 儿子的对应以后 那么接下来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 伊法莲和马拉西 取代了流遍和西冕 对吧 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 If Frank无马拉西 Kedruven Vishmo Yu Li 所以说伊法莲取代了流遍 马拉西呢 取代了 习梦 那就比他更高 那比他更高的话 那么本来 这个流遍是投身子 现在 这个伊法莲把它给取代 那伊法莲 很显然对应生命术最高的一层 信心 Emuna 那么接下来 第二层 Tanuk 喜乐 那肯定是对应 这个叫马拉西 对不对 所以说伊法莲对应的是Emuna 信心 那么马拉西对应的是快乐 那既然如此 这个 Ratung呢 Ratung 愿望 那么Ratung对应的是变亚明 对吧 因为变亚明的意思 变亚明 右边的儿子 右手的儿子 是代表神的旨意 弥赛亚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说伊法莲 马拉西和贝亚明 我们认为 对应的是冠冕里边的三层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数字 Ephraim 的数值 331 美拿西395 比亚明162 三个名字相加等于888 888是弥赛亚展开的数值 哈马西亚 展开 对不对 那么888就代表弥赛亚 我们知道弥赛亚是以色列的头 而冠冕是比头还高 对吧 冠冕是戴在头上的 是吧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知道 伊法莲 马拉西 变亚明 是冠冕 冠冕里边的三层 我们知道 按照我们以前的学习 伊法莲 马拉西是今天的基督徒 而变亚明 是今天的犹太人 对吧 也就是说基督徒和犹太人 都在冠冕里边 都在冠冕里边 好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冠冕 和知识是在跳舞 有冠冕就没有知识 有知识就没有冠冕 那么这个地方对那是什么概念 约瑟 对不对 因为约瑟 被伊法莲和马拉西给 这个替换了 所以说在12个自派的罗列当中 圣经里边 只要出现约瑟 就不会提到伊法莲和马拉西 提到伊法莲和马拉西 就不会提到约瑟 为什么 因为伊法莲和马拉西 是约瑟的儿子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像跳舞一样 只要出现约瑟 就不会出现两个儿子 出现两个儿子 不会出现约瑟 那么 跳舞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正如冠冕和知识在跳舞 那么 这个伊法莲马拉西和约瑟 也在跳舞 伊法莲马拉西 对应的是冠冕 这就意味着约瑟 对应的是知识 对不对 对应的是知识 那么我们来算数值 算哪个数值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算 智慧通达和知识的数值 对不对 我们知道智慧是父亲 通达是母亲 知识是儿子 我的罗文 喜梦 加 Yosèf的数值 是881 你说 881 和我们刚才算到的888 缺7 因为888代表 弥赛亚 刚才是冠冕 对不对 而智慧通达知识是头 那么头代表弥赛亚 所以说 这三个属性 智慧通达知识 也应该得出888 但我们却只能得出 881 缺多少 缺7 这个7 是谁的名字 的数值 加德 加德的希伯来文 叫God 它的数值 是7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把加德 算入知识 那么智慧通达知识 这四个名字 加起来 不多不少 等于888 那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要把约瑟 算为知识 刚才我们讲了 因为和冠冕在跳舞 那为什么 我们要把加德 算为知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习 加德的奥秘 那么加德的奥秘 这个不是我们的解经 是Arizal的解经 首先 摩西给加德的祝福 生命纪 三十三章二十节 对吧 使加德扩张 加德 如母丝 撕裂 宝贝 连头顶 也撕裂 那么雅各给加德的祝福 那么雅各给加德的祝福的话 这个你要看西伯来文 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九节 G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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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guden Vehu Yagad Archive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二三四四个单词 其实都是加德的单词 这个名字的词根 对吧 很显然这个地方是一个文字游戏 对吧 你如果看翻译版 当然看不出来 看西伯来文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文字游戏 对吧 这个加德这个名字出现了 一二三四四次 第一个文字游戏 加德 和军队 这个地方的军队是同一个词根 那么这个加德和军队有什么区别 它是在后面加了一个Valve Darlet Valve Darlet 是多少数字 十 加德加了一个十 什么意思 那么要解开这个奥秘 我们要看Zohar的解析 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里边 有这么一节经文 在讲玛拉 这食物 以色列家叫玛拉 样子 像 原穗子 颜色是白色的 滋味如同 参密的 薄饼 原穗就是香菜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加德 这个名字还有香菜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叫God 那么圣经说这个这个玛拉像这个这个香菜的种子 但颜色是白色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Zohar的解析 Zohar说 你不要把它读成God 要把它读成Gid 你说这个Zohar不是夏解析吗 这个不叫夏解析 要有背景知识 因为在Torah里边 所有这些单词都没有注音 没有注音 没有注音的意思就是说 那么今天的发音 都是按照传统 对不对 按照Nabi的传统 Nabi说这个单词应该读God 把它翻译成叫香菜 但是Zohar说你不要读God 你要读Gid 对不对 就是说在这个西伯来文语法里边 如果你没有注音 你两种发音都是对的 而且五种原因都可以读 你可以说God 可以说Gid 可以说God 对吧 R O E 还有W Good 也可以 也可以发音 都可以发音 对吧 五种原因都可以发 但这个地方Zohar说 你要把它发音的音 叫Gid 那么说白了 就是在God中间 加了一个Yu 对吧 就变成了Gid 看到没有 在Yu 在这个God中间 加了一个Yu 就变成了Gid 而这个Gid 是什么意思 在西伯来文里边 是南根的意思 根基 所以说Zohar 这样解经 这个经文的意思 就变了 变什么了 玛拉 仿佛 是人的金子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说叫 Zohar God 香菜的种子 你把它翻成 香菜的种子 如果翻成 叫南根的种子 那不是成了金子 对吧 所以说摩西的祝福 就成了根基的扩张 而不是加德的扩张 这是肉和尔解经 那么尔绕进一步解经 他说 他说 现在我们就知道 约拉里边的这些经文的奥秘 约拉记 二章十节 耶和华吩咐鱼 鱼就把约拉吐在汉地上 尔绕怎么解经 他说汉地代表王国 王国要等待鱼的滋润 才能得到胜利 王国代表现在世界 处于贫瘠的状态 在等候神的种子 所以说约拉代表种子 鱼代表根基 你说这是尔绕的结经 那耶稣怎么解经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说 他说约拉是人子 那就是根基的意思 鱼是坟墓 那就是亡国的意思 那是反过来的 对不对 你说那是反过来的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阿维绕说 约拉 是种子 鱼代表根基 根基 就是南根 但耶稣解经说 他约拉是人子 人子就是弥赛 弥赛就是根基 对吧 他说约拉是弥赛呀 而鱼 是坟墓 坟墓的话就是亡国 就子宫的意思 对吧 因为坟墓在拉比传统里边 是子宫的意思 对吧 正如种子 埋葬 埋葬在地里边 能长出新的生命 那么精子 埋在子宫里边 也会长出新的生命 所以说阿维绕把鱼解经为根基 那么耶稣基督把鱼解经为坟墓子宫 王国 对吧 这两个解经没有矛盾 为什么 因为当根基和王国合一的时候 就是给出种子的时候 所以说没有矛盾 怎么样协调矛盾 让根基进入王国 那就合一了 对吧 所以说经文说 鱼就把约拉吐到汉地上 阿绕说 根基把种子 吐入了子宫 对吧 那就在撒种 撒种了 所以说 若哈尔因为 这个约拉代表神的种子 那么这个你要看西伯来文 优纳的西伯来文叫优纳 那么这四个字母 首先这个U的 代表种子 这个Vav 第二个字母Vav 代表生命树的中轴 对吧 代表种子下降的脊椎 而这个后面两个字母 Nun和He 这个阿绕解经 柔哈尔解经 说 这个代表 LeTach和Hode 对吧 的这个 首字母 LeTach的首字母是 Nun Hode的首字母是 嘿 加在一起就是Nun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这个 代表 关的这个种子 通过脊椎 下降 到大腿之间 因为这个 德圣和赞美 LeTach和这个 后的是左腿和右腿 右腿和左腿 那么这就是 约拉的名字的奥秘 那么这个的话呢 你要有个背景知识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哈巴的 这个 这个拉比 最有名字 是这样理解的 最开始就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 这个人的精子 它其实 是起源于 人的小脑 就这个 知识的这个属性 是人的一个意念 因为这个小脑里边 人产生了意念以后 产生了精子 那么这个精子 最后通过人的脊椎 下降 才进入人的 这个生殖器官 这个膏丸里边 最后形成精子 那么这个是 这个哈巴的 这个拉比 几百年前就提出来的 那么现在 被现代医学 科学给证明了 的确如此 这个精子是首先 产生在人的 这个小脑里边 通过这个脑 这个脊椎下降 好 所以说 这就是 越拉的名字的奥秘 那么我们知道 鱼的希伯来文 叫 Dag 你把这个 Dag的两个字母 倒过来就成了什么 成了God 就成了加德了 那么加德代表 南根 Gid 看到没有 所以说 那么如果你继续 考察数字 越拉上了汉地 Yona El Ha Yabasha 的数字等于424 Mashiach Ben David Missiah 大卫的儿子的数字 对吧 所以说证明了 这个越拉代表的是 Missiah 耶稣基督 好 如果你回到 雅各的祝福 对吧 我们再来看 第一个单词是 God 的加德 第二个军队 其实 是在 是在加德中间 加了一个 Dalet Wav 数字是10 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字母 U的种子 加德的名字里边 插入种子 就成了Gid 南根 第三个单词 Egudenu 也是一样的原理 对吧 也是一样的原理 这123456 六个单词 六个字母 123456 六个字母 重新排列组合 成了Dark Yuna Yuna 看到没有 那么第四个单词 Yagud 也是同一个原理 也是一个God 加了一个Yud 变成Gid 南根 那么最后一个单词是Akiv Akiv就是脚跟的意思 脚跟是身体最不敏感的部分 加上Yud以后 作为守字母就变成了亚孔 就变成了亚格 代表身体最底层 领受了智慧层的光 对吧 所以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加德 对应的是南根 加德对应的是南根 对吧 这个R字要继续解决 使加德扩张 重新排列组合 Mahabayu的God 让加德和Yud的连接 加德和Yud的连接就成了南根 使其扩张 这个单词重新排列组合 Yud Badrehen 种子 在子宫里 从天而降的Mahab 是天上给的种子 天代表丈夫 地代表妻子 所以说经文说 像白色的圆穗子 Kesedra God Lavan 的数值386 不多不少得出耶稣的数值 从这个地方就证明了 Mahab 代表的是耶稣 所以说 通过这个Arizal和Zohar的解决 就给我们证明了 加德 对应的是什么 南根 对应的是南根 那么对应的是 耶稣 但是 我刚才讲了 按照Kabra的解经 人的精子 首先是形成于 小脑里边的意念 人要有一个意念 有一个意愿 有一个欲望 那么才产生精子 那么这个小脑 对应的是生命术的知识 对不对 通过脊椎 那就是这个美丽 Tiffdress 下降以后进入南根 那么才形成精子 所以说 尽管这个精子 是从南根出来的 但它的源头 是知识 是知识 所以说 加德和约瑟 分别对应知识和根基 那么加德 是知识 约瑟是根基 但是 因为约瑟 被提升到了父亲的高度 对不对 因为他的两个儿子 被算作了 亚格的儿子 所以说他变成父亲了 所以说他从根基 上升到了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 你去算 对应智慧的流变 对应通达的西面 对应知识的约瑟和加德 他的素质 正好得出 正好得出 巴巴巴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了相当巧妙的设计 相当巧妙的设计 好 生命术的13个属性 我们理清楚了这个智利层 的冠冕 智慧 通达 和知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找 情感的七个属性 怎么样一个 这个配对 那么情感的七个属性 其实我们也可以找到几个比较明显的 那么其中最明显的是谁 是犹大 那犹大的话 那当然是王国 这个想都不用想 对不对 我们学了那么多的 这个土耳 那么这是很明显的 犹大 只对的是王国 因为他得了王权 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 第二个比较明显的 谁对美丽 那肯定是立位 对不对 那么立位 是祭司 那么祭司的话 连接所有的指派 就好像 在人的这个身体里边 他的躯干 连接所有的右手 左手 右腿 左腿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旷野的 这个 这个安营杂在 那么立位也是在中间 他总是在中间 所以说立位肯定是对于美丽 美丽的属性 而且你如果算数字的话 也是很奇妙的 我们知道立位的数值 等于46 那么46你算他的三角数 怎么算 46乘以47除以2 等于1081 对吧 意思就是说 1加2加3加4加5加6 一直加到46 等于1081 正好得出美丽的数值 所以说立位很明显 对应的是美丽 这是第二个很明显的 那么第三个比较明显的对应 那就是Naphtani 对不对 Naphtani的话 他也是连接的意思 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那么和立位 的连接不同在哪里 立位的连接 是祭司的连接 祭司的连接 是把神和人连接 是吧 祭司 是吧 Levin 是吧 所以祭司是连接神与人 Naphtani的连接 他不是连接神与人 他是连接人与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给大家分享过 Naphtani 在托拉里边 提到这个罪子的经文里边 那么出现了Naphtani的这个词根 那么这个罪子是怎么样一个连接 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连接 他是将很多细线 好像领绳子一样 把它领成一股 所以Naphtani是代表这种连接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一种相当有机的连接 对吧 所以说Naphtani也是连接 那么连接的话 当然是对你根基 对吧 因为这个根基本来是约瑟的 约瑟被提升了 成了知识 那知识也是连接 所以说下面的这个情感属性的 这个这个这个根基 就是Naphtani 好 那么这三个属性是很明显的 这是中轴 啊 这个 立位对应的是美丽 Naphtani对应的是根基 那么犹大 对应的是王国 这三个属性是很明显的 那么把中间的中轴把它理清除以后 那你说还有四个属性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怎么对应 那么这个黑色的对应的是 以撒加 对吧 为什么 因为 以撒哈尔的意思叫 有赏赐 赏赐就是恩赐啊 赏赐是给你的 对吧 所以说很显对应的是黑色 恩赐 是吧 所以伊撒哈尔是恩赐 那审判呢 这个大人的审判 左边的审判对应的是谁 当然对应的是淡子派 对不对 因为这个淡子派 淡的意思是审判定 对吧 那很显然 这个大人的属性对应的是淡子派 那么接下来还剩下两个 指派 一个是希伯伦 一个是亚述 亚述 亚述 那么西伯伦的西伯来文 the villain 是居所的意思 是居所 而且按照塔木德 这是七层天的第四层天的名字 对吧 这个塔木德里边告诉我们有七层天 每层天有一个名字对吧 比方说这个小马银 什么the villain 等等等等 那么第四层天叫the villain 和这个西伯伦是同一个单词 同一个词根 那么这个单词出现在以赛亚书 63章15节翻译成居所 也是翻译成居所 对吧 所以说 有了这个线索以后 我们知道西伯伦 对应的是什么 是永生 永生 天堂的一概念 天堂就是永生 对吧 第四层天的名字叫西伯伦 对吧 所以说对应的是永生 那最后剩下来是一个亚瑟 阿希尔 阿希尔的意思是幸福 有福的人 对吧 比方说 阿希尔 如此赞美的是有福的 那么有福代表赞美 那么当然亚瑟 对应的是赞美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余下来的七个字派 对应上情感的七个属性 就把它对应好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冠冕里边的三层 最高端的是 以法联 接下来是马拉西 接下来是变亚明 这三弟兄是冠冕 智慧 是Ruven 流变 通达是喜梦 那么这个知识 是Yosef 和God 约瑟和加德 那么这是智力城 清赶城 Hesed Hesed 是Israel Gavurah 是Dang Tiphedres 是Levi Netzach 是Zevuln Hod 是Ash Yosef Yosef 是Naphtani Mohus 是耶护达 好 那么接下来 你说你这样摆了以后 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这其实 在生命书里边 早就设计好了 将来 十二个支派 将分为两大宗教 犹太教 和基督教 那么今天的犹太人 是哪些 哪几个支派 这个你问任何一个蜡笔 他们都知道 圣经里面也写得很清楚 是两个半支派 对不对 今天的犹太人 是当年的 犹大支派 利魏支派 和边亚敏支派 那其中利魏是半个支派 那么如果你去算 犹太人 耶护地 利魏 Levi 边亚敏 这三个名字的数值 等于243 加上雅阁的数值 因为雅阁对于犹太教 182 加在一起 正好得出 犹太教的数值 425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半支派 正好得出犹太教 也恰恰今天的犹太人 是这两个半支派的后裔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重大的发现 剩下来的十个支派 就是所谓的以色列的迷失的支派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也不知道今天是谁 对不对 但是按照圣经的托拉 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这个这个支派的名字 对不对 我们知道他是流遍 Ruven 他是 Shimon Shimon 他是立位的半个支派 因为立位也在里边 今天这个迷失的十个支派 也有立位 Livi 他是 伊萨加的后裔 伊萨哈尔 他是西布伦的后裔 Zevulun 他是丹的后裔 他是纳佛塔尼的后裔 纳佛塔尼 他是God的后裔 God 他是Asher的后裔 Asher 他是Yosef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 马拉西和这个 这个Ephraim 把它合并 称为Yosef 那么剩下来的 这十个名字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 以色列的十个 迷失的十个支派 你去算 这十个名字的数值 等于2984 2984 是746的倍数 正好等于746 乘以4 而746 正好是基督教的数值 Natsrus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证明了 所谓的 以色列迷失的十个支派 就是今天 隐藏在 今天的基督教里面 就是今天的基督徒 那么再次证明了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一直给大家提出的 这个概念 对吧 然后我们同时也发现 犹太教 正好是什么 是头 中 脚 汴阿敏在冠敏 立位 在中间 犹大 是王国 对吧 说说是头 躯干 和尾巴 是犹太教 贯穿了 头 躯干 和脚 和下面 那么剩下来的所有的 属性 就是今天的 基督教 好 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我们休息20分钟以后 给大家自由提问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 演员做一种职业 去这个掩饰虚假的是非对错 这个属于犯罪吗 那么这个不应该犯罪 对吧 演员是一种职业 对不对 你这个 他有 每一部电影电视剧 他有一个角色 对不对 那么演员他当然 这个是一种职业 那么 但如果是为邪恶者 这个 歌功颂德 那这个叫做假见证啊 对吧 假见证 做假见证 他当然是犯罪 对不对 那么这个编剧的人 估计这个承担的最最大 那演员的话呢 如果 都要看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你 明明知道 是一个 做假见证 因为这个 你的 这个名 利 对吧 魅住自己的良心 去做假见证 为了名 为了利 那肯定是要做事 那肯定是要受审判的 那当然是犯罪 对吧 但一般的说来 这个演员是不会犯罪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昧住自己的良心 那么 造成了相当 坏的影响 那当然是犯罪 第二个 耶稣赶出的那些鬼 为什么会附在人身上 那么鬼附在人身上 主要是因为人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污鬼 他会附在不洁净的人身上 那么犯罪的人 对吧 生活有污秽 犯罪 那当然会 让很多鬼附上去 对吧 所以说 被耶稣赶鬼的 那都是罪人 对吧 你再没有看到哪个 法利赛人身上有鬼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 这个福音书里边 法利赛人身上没鬼的 为什么 因为他学托儿 怎么可能有鬼 对吧 一般有鬼的话 都是罪人 犯罪的 创世纪对蛇的咒诅说 蛇要伤女人脚跟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我们以前 给大家分享过 脚跟 雅各 可以这样理解 雅各 女人的脚跟 那就是神的 那就是谁 那就是 从广义的角度讲 是选民 以色列 神要攻击的对象 肯定是选民 对吧 这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但也有一个个体的概念 那就是弥赛亚 对不对 因为弥赛亚是这个 以色列的头 上以色列呢 当然要上弥赛亚 下面一个问题 路加福音 对吧 耶稣看到万国的荣华 这权柄什么时候给撒旦 当人犯罪以后 一个人 亚当 夏娃犯罪以后 那么这个权柄就慢慢给撒旦 但没有完全给 对吧 按照拉比的说法 这个经历了七代 经历了七代 这个 七代人 每一代人犯一个罪 那么神的荣耀就 离开 这个世界 一成天 首先是亚当夏娃 亚当夏娃的儿子 对吧 洛亚时代 林路 等等等等 所以说 按照拉比传统说 因为七个人犯罪 让神的荣耀 离开了这个世界 七成 那么最后因为亚伯拉罕 和他的后裔 的金钱 才把神的荣耀 又领回来 对不对 那么神的荣耀离开这个世界 那当然这个 这个全民就给了撒旦了 所以为什么撒旦要引诱人犯罪 对不对 一方面可以负在你的身上 一方面可以得这个世界 下面问题 生命数十个属性 十三个属性 因为这个Kaser 里面有三层 Ratsong Tanuk 这个 Emula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就十二个属性了 对吧 刚才我们讲 但因为又有知识 Dart 和这个Kaser 在跳舞 你把Dart算进去 算进去 那不是三个属性 下面个问题 如果基督教有十个支派 不是基督教有十个支派 是十个支派 今天隐藏在基督教里边 这不是基督教有十个支派 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 那么是否代表现在基督教有很多种类 这个呢当然有很多种类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 并不是基督教有十个支派 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 被神隐藏在基督教里边 下面问题 请问现在还有先知吗 那当然是有的 只不过呢 这个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能力的问题 那么基本上现在的话呢 因为这个罪 的原因 那么人与神的交通是很隔离的 很隔绝的 对吧 基本上就不像以前那么通畅 就好像下水道一样 水管一样被堵塞了 现在 水管堵塞了 那么你这个交流就不是很通畅 对吧 不是很通畅 所以说圣经里说 预言说将来 少年人要做梦 老年人要说预言 那是将来还不是现在 对不对 千禧年 下面问题 通达智慧分别哪两个字 我们刚才不讲了吗 通达 那不就喜梦吗 稀缅 对 智慧那什么 流变 下面问题 请问被人在公共场所造谣诬陷怎么处理 这个没有什么好处理 对对 你被人造谣诬陷了 那首先你要找自己的问题 对吧 你肯定是什么地方 做的不对 对不对 因为神的选民 一旦有灾祸临到自己 首先 要考察自己那个地方做的不对 你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对不对 才会给 这个你的仇敌 所称之机 在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 瓜地里边 不要系鞋带 礼树下面 不要去梳头 对不对 你在礼树下面去梳头 你当然是在梳头 别人以为你在偷礼子 你在瓜地里边 系鞋带 你说我是在系鞋带 但是别人以为你在偷西瓜 对不对 所以说你能够被别人造谣 那肯定是你有什么地方 被人看见了 一方面可能是被误解了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你因为你的罪 给人给仇敌以空间 以这个机会 可以去伤害你 对吧 所以说 神的选民 审判的标准是很严格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 怎么样处理的问题 你要去反省 自己哪个地方 做的不对 对不对 那么向神悔改 或许 那么能够 被神看顾 下面问题 神既然预定拣选人 预定弃绝人 那还需要传福音吗 当然传福音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问题很简单 神有神的计划 但你不知道了 对吧 张三李是 你知道谁被拣选吗 你不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你不可能知道 对吧 神当然知道 对吧 所以说神给你的诫命 是传福音 你当然要去传福音 因为你不知道 下面问题 三十二代表什么 三十二是智慧的 这个三十二条道路 对吧 又是心的关系 live 心 美丽又和什么有关系 请多讲一下 美丽扩展的内容 美丽的话 对吧 当我们说到美丽的话 我们是讲希伯来文 那么这个美丽的话题就多了 对不对 比方说 这个美丽 1081 它的终点数是以色列 以色列是美丽 为什么以色列是美丽 因为以色列学土砂 土砂是美丽 对不对 这个美丽的这个概念就宽 宽广了 美丽 什么叫美丽 矛盾的协调 对吧 比方说艺术家 他画的一幅画 为什么那么漂亮 那么美丽 你能感到美的感觉 因为它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吧 美丽要有反差 对不对 好看的东西 它都有一点 它本身有一种强烈的反差 才美丽 就好像交响乐一样 为什么交响乐那么美丽 对它有反差 对吧 对吧 那个交响乐 你听起来 东东东东东 对吧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一会儿长 一会儿短 它有反差 你不像一个平的 就说如果你没有反差 没有变化 对吧 没有这个 这个层次 那就没有美丽 对吧 比方说你一个很单调的音乐 这叫美丽 这不叫美丽 但如果你听交响乐 对吧 听那种好听的歌歌曲 对吧 你有美感 为什么有美感 因为它有一个反 它有一个起伏 有一个强烈的反差 对吧 美丽是将矛盾协调 对吧 本质 美丽的本质 就是协调矛盾 什么时候你感到这个土耳很美丽 对吧 比方说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矛盾 让你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你这个 在那 这个思考了 几年 突然有一天给你解开了 你在被解开的瞬间 你就感到了美丽 对不对 矛盾嘛 被协调了 那叫美丽 对吧 人长得漂亮也是个盖 什么样的人漂亮 他有轮廓 有反差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对不对 有棱角 对不对 有圆滑等等等等 他有色彩 对不对 这叫美丽 对不对 各种矛盾 协调统一 那叫美丽 下面问题 今天讲的小孩子出生就带着恶的潜能 到13岁 善的潜能 才与人配对 那为什么心悦中让我们恢复成小孩的样式 谢谢你的澄清 好 那么小孩子一方面 对不对 首先一个小孩子 他 是恶这个恶的潜能是充满的 对吧 你这个你 你自己去观察 这个最最自私的是小孩子 对吧 把这个小孩子越小越自私 你有没有看到哪个小孩子 把这个手里边的这个奶让给其他饥饿的小孩 不可能的 对 那个小孩子一饿了就要哭 就要吃奶 对吧 两个小孩子都在哭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子 把手里边的奶 给另外一个小孩子吃 不可能的 对吧 只有大人才有可能做到 那小孩子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因为小孩子 他是恶的潜能充满了完全掌控了他 小孩子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 是完全的自我 对不对完全的自我 所以说为什么从出生就恶的潜能 那你是ok那心悦里边为什么说要恢复成小孩子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不对这个解经不同的层面 那么当小孩子和大人在一起相比 那么你能学到什么功课 首先小孩子 他最就是小孩子 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信心 是信心 你说为什么 比方说 你把那个牛奶给他吃 他就喝了 有没有那个婴孩 喝之前先问 哎 这个东西能不能喝 这什么东西啊 对他不管你是谁 对 很多时候他都不认识 是这个 是你的爸爸妈妈都不认识 只要是人给他的东西他就吃 你给他他就吃 他不会怀疑的 对不对 像我们人长大了以后我们会怀疑对吧 走在外面一个陌生人 给了你一瓶饮料你敢喝啊 你不敢喝啊 对不对 对吧 你怀疑 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害我的 那小孩子他没有这些怀疑的 他是完全相信 对不对 就是小孩子 他的相信已经到了一种极端 对吧 我们说小孩子叫天真 天真浪漫 也就是说他 他没有心眼 小孩子没有心眼 他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接受 完全的接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当耶稣说要恢复成小孩子的样子 就说你要完全 平靠信心 不要靠你自己的智慧 你自己的才能 你怎么样怎么样 要像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是完全的依靠 完全的依靠父亲 母亲 父亲把他带到哪里去 就带了 他完全相信父母亲 对不对 你长大了以后 你完全相信父母亲 当然不相信 对不对 你说哇 这个我父亲犯了那么多错误 我母亲好像也不是很聪明 对不对 我不能完全相信 对不对 因为你不要 但是 小孩子他完全相信 对吧 这个是个比方 就是说 如果小孩子 他完全相信 不完全的人 就是说不完全的人 那么我们作为 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完全相信 无所不能的神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相信 那说这个地方说 要恢复成小孩子 是叫你有信心 这个意思 下面问题 受精乱的形成 能不能理解为 男人给了种子 女人给了土地 除了种子 还需要土人 对人 当然是这个概念 对不对 因为 这个 就好像你 这个杀种一样 杀种 那个种子 必须要进入土壤 对 必须进入土壤 那么这个种子 是男人的概念 这个土壤 是女人的概念 比方说这个土壤 叫阿达玛 阿达玛 就是阿当 这个单词的阴性 阿当是男人 阿达玛是土地 对 阿达玛是阴性 土地是阴性 在西伯来文里面 土地都是阴性 因为是女人的概念 土地是女人的概念 这是对的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现在是末后吗 那当然是末后 如果是会有饥荒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要看 对不对 因为 这个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 神 在圣经里边 给的咒诅 不一定会发生 如果人悔改的话 对不对 但是神在圣经里边 给的祝福 肯定会发生 因为如果祝福不发生 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发生的了 对对 就好像这个 这个拉比说你怎么样判断先知 是真的还假的 就看到能不能应验 但是并不是先知 所有的话都要应验的 对吧 比方说 最有名的 月娜 月娜是个先知 但他发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为什么 因为他到了这个尼尼威 他说再有四十天 全城就要被 亲 亲父 这是他的预言 结果四十天以后 有没有亲父 没有亲父 对不对 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为什么没有实现 因为人悔改了 对 全城的人都悔改了 所以说先知 关于这个灾难的预言 不一定实现 没有实现 仍然是先知 对吧 但是 如果先知 预言 好的事情 要发生 没有发生 那就是假先知 下面问题 请问 莫斯大审判 我们祖辈 我不知道有没有姓祖 说再来还有机会 那么这个祖辈 你要看他 对不对 这个 这些东西 其实并不是你 这个 担心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 声音上说 你要传福音 一传福音就行了 这个我们反复 强调过很多次了 信不信 这个都 这个东西 这个没有诫明 说你一定要让别人信 信是自由选择 信不可能是你 信不可能是诫命 对不对 如果这个 信成了诫命了 那没有自由选择的 信总是属于一个 自由选择的范围 对不对 你的亲人不信 那也没办法 那你急也没用 对不对 这个信与不信 是神的命定 你传你的福音 对不对 他不信 那也在关你什么事情 那神的命定啊 对不对 神的命定 神既然命定了 你和神去 去急 有什么用 没有用 但只要还没有死 总是有机会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因为你不知道结果 你也不知道 神怎么命定的 所以说你要尽 你最大的努力去传 下面问题 神圣的光 和智慧 有关联吗 和流变之派 有什么联 关联 那么 其实说白了 这一些都是光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对这个圣经的理解 认识神 这些都是光 什么叫光 并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光 它是个抽象的概念 对吧 就好像你突然 有了灵感 那你说你有了光 那你说那是光 那不是光 你有了灵感 你获取了一个信息 对吧 智慧 就是一个灵感 你突然获取了这个信息 这个知识 还不叫知识 那叫一个灵感 这个灵感 要通过你的消化 通过你的吸收 通过你的分解 最后才能成为知识 和流变关系有关系吗 流变 是喜梦 喜梦的话是听 听是通达 所以喜梦是代表 一个分析的过程 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个建造的过程 那是听 对吧 智慧的闪电 是Ruven Ruven 这个流变 流变 中文把它翻成流变 流变就是Ruven 看儿子 流变对应的是智慧 他是看嘛 喜梦 是听 对吧 所以说我们 认为 流变对应的是智慧 因为他的名字是看 闪电是看的 你不可能听 听了要打雷 对不对 你是看 看的话是瞬圈 是瞬间获取知识 那叫智慧 那么 谢谢分享 我们也是以色列十二个字 那当然是 对那我们肯定是的 对 如果我们不是的话 我们首先我们不可能信耶稣 第二我们不可能 这个回归托 我们不可能信任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弥赛亚会不会再来地球 那当然会再来 如果再来大概哪年 我们一般认为2030年左右 但是没有人知道 对吧 我们猜测 2030年 地球还会有死亡 地球当然不会有死亡 对啊 这个地球是要长存的 对不对 不会不会死亡 但是会有一些灾难 灾难以后 那就是太平了 千禧年 下面问题 请问耶稣十二个门徒 十二个自败什么联系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那肯定是有联系的 对肯定是有联系的 你希望神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就是末世了 我们是否应该储备粮食 购买武器 那个这个没有必要 对吧 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储备粮食 购买武器 这个是从物质的方面 去预备 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 从物质方面去预备 圣经总是让我们 从属灵的方面去预备 下面问题 耶和华十一代表源头 代表最大 其他神和王是从一而生的 那其他的神其实就是天使 但是受创造出来的 神说了一句话就创造出来了 受造之物 下面问题 请问 肉体的眼睛 肉体的眼瞎和灵里的眼瞎 都是哪部分的灵缺乏 是一回事吗 对吗 肉体的眼瞎 那就是我们讲的瞎子 盲人 对不对 那么灵里的眼瞎 他眼睛是好的 但是却不认识神 对不对 那么那当然不是一回事 就两个概念 对吧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灵魂 下面问题 耶和华和耶稣的关系 是否可以理解为耶稣是耶和华 第一个生的 其他神和王是从耶稣生的 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以前我们分享过的 对吧 首先一个在哥罗西书里面 告诉我们这个耶稣是投生的 是投生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以前我们分享过的 那么其他的 所有的一切是耶稣造的 这个我们以前对的 这个概念是对的 这是符合圣经的 先办问题 请问海伦 凯乐小时候因为药物的原因 又浓又瞎 这部分灵魂如何修补 那么这个 首先一个 又浓又瞎 那也是神许可的 对吧 他的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也不知道 那有可能是说一个美好的见证 还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首先他是一个美好的见证 另外 会不会对于他灵魂方面的部分瑕疵 也有可能 对吧 因为我对这个人 我不是很熟悉 对吧 既然我不熟悉 我也不好跟你 我不知道这个 就如果我是他的亲人 比方说我是他的父母 我是他的 认识他的话 我有可能会明白 但是因为我们 我不认识他 对吧 我也没有看过他的故事 我只知道他好像是一个 美好的见证 那么 所以说那肯定是个美好的见证 但按照我们卡布拉学习的原则 对吧 你这个身体的长疾 那肯定也是因为灵性里边的有一些 这个瑕疵的原因 那肯定是的 对吧 只不过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 所以说我们 具体我们当然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这个原则是这样 下面问题 圣经解经 不单单是七十层 是无止境的 但最基本的是字面层 数字学 也是最基本的 那么首先 就说最基本的 其实不叫字面层 应该叫简单层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字面层并不简单 对不对 因为很多很多经文呢 你完全按照字面翻译 你是看不懂的 他必须要 把它 加起很多话进去 你才明白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不要说字面层 很多时候字面层是很复杂的 那么一般我们说简单层 对吧 各种条件下 他最简单的意思是什么 对吧 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这些是以色列众子的名字 当他们来埃及的时候 对吧 和雅各一起 和他们全家一起 那么这些经文 按字面层的话 反而看不懂 为什么你说这个字面层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现在进行时 对吧 所以说他字面层反而很复杂 这个而照按照字面层 跟我们解的那么复杂 那么什么叫简单层 简单层的话呢 就忽略这些字面上的东西 你说简单的意义是什么 简单的意义是 这个雅各 他的儿子 他们下一集 这叫简单层 对吧 但字面层并不简单 很多字面层不简单 关于数字的话呢 这个一般 这个很多拉比把它称为奥秘层 但其实我不觉得应该叫奥秘层 我觉得应该叫隐身层 叫remise 对吧 remise remise的话就是一个hint 暗示 所以我认为应该叫暗示层 很多人把它叫奥秘层 其实不叫奥秘层 奥秘层的话呢 我认为应该主要是讲 灵界的事情 就眼睛看不见的 这个只能靠传统的 比方说生命数字 天使 邪灵乌鬼 那么这些叫奥秘层 对吧 因为这些看不到的 你东西 这个东西你只能 听别人讲 只能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对吧 除非你自己有经历 但你自己有经历 也不能够 就是说 每个人的经历 是一方面 怎么样去理解 解读这些经历 又不一样 同一个经历 不同的人解读又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很 很主观的很多 很多时候 下面问题 请问 灵魂越成熟 就越能看清神 对吧 就是说灵魂越成熟的话呢 那当然是越能看清神 人的灵魂要离开身体 就能看见灵里边的很多东西 对的 灵魂束缚于身体 所以看不见灵界的东西 对的 那么这种灵魂出窍的体验 是不是类似梦境体验 可以这样理解 为什么呢 首先 关于梦 做梦的话呢 按照这个拉比告诉我们 那么就是灵魂的一部分 它离开了身体 对吧 所以说梦境 的确 是灵魂出窍的一种体验 都是对的 在农村太太身上 在老一辈的见证分享 他们 丙临死亡的体验 见了穿白衣服 说是耶稣 然后天使带领他们 去一间一间房间 带领另外去看 就是地狱 也是一间一间 时候复活 后来再活了一年多 请问这个从头儿角度 是如何解释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叫丙死经历 对吧 那么丙死经历的话呢 很多人都有经历 很多 很多这种记载 见证 那这是很真实的 对吧 基本 这是很真实的 但是呢 就是说 有一点你会发现 有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 这些属灵的经历 如果你去听他们的见证 你基本上发现 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如果你听基督徒 描述他们的丙死经历 他们总是看见 穿白衣服的 看见耶稣 如果你听犹太人 他们的丙死经历 他们看到是另外的景象 对吧 可能会看到摩西还怎么样 如果你去听这个 伊斯兰教的丙死经历 那么他们可能看到了 穆罕默德 你如果听这些佛教徒 他可能看到了菩萨 对吧 你去看那些 没有宗教信仰的 又看到其他的 稀奇古怪的 什么意思 那么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每个人 他丙死经历 看到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 他要去把它表达出来 要受到他的宗教信仰 他的世界观的影响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相同的经历 你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人的解读 是不一样 对吧 比方说中国的古代人 他如果有丙死经历 他会看到了神仙 看到了王母娘娘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他的背景 那是他所知道的 这个灵界的一些描述 对吧 那么基督徒 如果丙死经历 那肯定是看到耶稣 因为这是他对圣经的理解 那么犹太人 他不相信耶稣 他是学Torah 他就 他就从他的Torah的角度 去表述 对吧 所以说 经历都是一样的 但表述是不一样的 表述不同 是因为他的世界观的不同 他的信仰不同 他的这个获取的知识的背景不同 下面一个问题 旷野倒闭的那代得救吗 那当然得救了 为什么 因为在以色列说里面 有这么一节经文 所有的以色列都要得救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你只要是以色列全家 你肯定得救 下面一个问题 从前到现在都不信 耶稣是弥撒亚的犹太人能得救 当然得救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 那是可能是你的这个基督教的 这个视角的耶稣基督 对不对 但是其实犹太人学Torah 行诫命 那么他们的那一切 也是耶稣基督 对不对 只不过呢 从你基督徒的角度看 不是耶稣基督 但是从神的角度看 那当然是耶稣基督 对不对 所以说 就说很多时候 我们 这个考察事情 去判断 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视角 按照自己的这些 领受 按照自己的这种 这个 文化程度也好 这个信仰的这个 角度等等等等 表述是不一样的 但他的本质 是一样的 对吧 就好像神一样 不同的信仰的人 看到了神不一样的 对 基督徒看到了耶稣 犹太人看到了耶和华 这个 那个 穆斯林看到了阿拉 对不对 这个 这个佛教徒又看到了谁 东西 其实神只有一个 对不对 你死了以后 你只能看到一个 对不对 看到的本体是同一个 但是呢 他的表述 他的领受 他的解读 是不一样的 下面一个问题 信耶稣是 弥赛亚的犹太人 信耶稣是 弥赛亚的犹太人 必须还守安息日 节期吃节食 守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对吗 那么 这个 就是说 首先一个 但我现在 我没有和这些 所谓的 Messianic的 这个Juice 接触 但是一般的说来 他们都要 都要吃 洁净的食物 但是不一定是 按照拉比的哈拉哈 很严格的 Cutcher 对吧 Cutcher root 不一定按照拉比的哈拉哈 那么严格 但至少他肯定 不会吃猪肉的 对不对 这个本来就不应该吃猪肉 对不对 还并不是说 你这个 这个信弥赛的犹太人 不吃猪肉 这个基督徒都不应该吃猪肉 对吧 那么守安息日 肯定是守安息日 但是不一定要 照拉比的哈拉哈去守 下面问题 怎么样给自己的孩子做胎教 阅读圣经读书生可以吗 或者安静读书 能不能起作用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我这个 这个 我对这个胎教 叫一窍不通 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基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了 那我们让他怎么活出来 这里的公平公义 在我们今天指的是什么 如何行出来 谢谢你 等到圣灵浇灌我们 旷野变成肥田 肥田看作树林 那是公平要居住旷野 公义要居住肥田 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 公义的体验是平稳直到永远 什么叫公义 什么叫公平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倒没有看西伯来文 但是我猜测 一般的话 这个 这个 一般 一般就两个西伯来字母 这个喜欢翻译成公平公义 对吧 一个叫做 Mishpat 一个叫做Tzadik 对吧 Mishpat 是审判的意思 对吧 Mishpat是审判 而这个Tzadik 一般翻译成公义 对吧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 当然是有区别的 Tzadik 对吧 Tzadik 就是义人的意思 对吧 那么义人当然是行公义 Mishpat 主要是指神的律法 对吧 你的公义怎么来的 你是行出神的律法 那才是公义 对吧 那怎么做出来的 对吧 你公义的标准 当然是神自尽的律法 对吧 怎么样让他活出来 那就是 就是行出公义啊 对吧 圣经说不能做 你就不要去做 对吧 圣经说要做 你要去做 这就是行出公义 这就是让基督 活在你的身里边 活在你的身上 就是行出神的律法 神怎么样说的 怎么样去做 对吧 对吧 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有怎么样去做 那叫活出了公义 下面问题 为什么外邦人 看了那些佛经 心经 地 藏经 等等 对胎教也有作用 基督徒不应该看这些 那么只是看圣经 许基督啊 能否为胎教内容 这个其实 这个 如果问我个人观点的话 我不认为胎教有什么用 对吧 因为这个不符合 我们的基本原则 对吧 尽管我对胎教一窍不通 但是我对这个土耳的 基本的原则 我是比较清楚的 什么原则 就是说 这个人 这个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将来生下来聪不聪明 那个东西 不是你胎教弄出来的 对不对 那是天生天父 什么叫天生 什么叫天父 那是神给的 对吧 神不给他天父 你再怎么胎教 也没用 神要让他很聪明 你不胎教 他也聪明 对吧 所以说 这是神的旨意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基本原则是这样的 这个土耳告诉我们 那比传统告诉我们 所有人的一生 所有一切都是命定的 except 除了 什么 the fear of heaven 敬畏神 除了敬畏神 就说 说白了 人的一生 唯一可以只有选择的 就是敬畏神 就是信仰 说的再直白一点 除了信仰以外 其他都是命定的 其他是定好的 你这辈子聪明 还是愚拙 那定好的 如果定好了 你聪明 你不用胎教 也照样聪明 那定好了 你愚拙 你胎教 你泡在书里边 也没用 对不对 所以说我对这个胎教 我并不是很感冒 这我个人观点 这个问题 我给家人传福音 也有阻拦 很不理解 上帝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为什么又传福音处出来 那这个东西 这个人的一生 就是充满了 充满了挑战的 对不对 如果人的一生 没有挑战 那不叫人生 没有哪个人的人生 这个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 如果人的一生 真的一帆风顺 一切都很顺利 那么 你真的要担心了 这个以前给大家 讲过很多次 对吧 比方说你这一年 都没有出什么事情 一切顺利 那你要担心 你真的要担心 你就担心 你有没有得救了 只要是得救的人 对吧 只要你信神 我敢给你保证 你的日子不可能顺利的 为什么 因为神为了让他的百姓 将来得到更大的赏赐 在今天肯定是要操练你的 对吧 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金金必须要放在火里边 过火才能把杂质给去掉 对不对 所以说你传福音有阻拦 生活有困难 工作有阻挠 人际关系 不然很难处 那说明很正常 对吧 要感谢神 至少你得救了 神在你的身上 要把你炼成金金 下面一个问题 刚才没表达清楚 没有瓜地里寄携带 就是由于信仰不同 可以用经文对质 但是 比不过经文 却胡乱编造别人家庭状况 就是恶意嫉妒 那么 首先你这个笔经文就不对 你有什么好笔经文的 对不对 这个笔经文的话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个人的荣耀了 对吧 我宁愿 被别人当成是蠢 蠢蛋 我也没有必要和他去争论 没什么意义 其实说白了 没什么好辩论的 没什么好辩论的 对吧 所以说因为这个辩论 那么造成了恶意的嫉妒 对吧 这个希伯来文叫 那比如说所有的这些争论 除非是为了天 for the sake of heaven 那么都不要去介入 除非真的是为了 为了神 神的荣耀 可以去 对吧 但是呢 既然 这个对方喜欢 恶意嫉妒你 那你干嘛还和他去 这个 那他应该远离他 那如果他是个恶人 你干嘛还要和他在一起 不应该和他在一起 对吧 圣经告诉我们要和 要远离恶人 对吧 你和恶人在一起打交道 你和他辩论 那你肯定要 这个叫什么 这个 叫惹祸上升啊 没有必要 对不对 我们的时间没有必要浪费在这些恶人身上 下面命题 Zohar和Arizal本意是什么意思 Zohar是一本书的名字 Zohar的意思是光 光耀 光耀 Arizal 它的名字叫Ari Ari是狮子 对吧 Ari 希伯来文叫狮子 Zohar的话呢 就是拉比的一种传统 人死了以后比较尊重他加一个Zohar 对吧 Zahin Lamit Zohar Zohar之类的 就是说 好像一般叫做什么 Zohar应该是Zohar什么东西的 反正那是个后缀 Zahin Lamit 是个后缀 他名字叫Ari 一般 给他取名 他的名字 他的本名应该不叫Ari 一般的后人叫他叫Ari 就是狮子 他这名叫做Itsak Itsak Nurik 好像叫 下面问题 为什么别人会诬陷你 凌界有 凉气 回报凉气 倘若有人诬陷你 思量一下 是否亏欠人 同一个凉气 下面问题 灵魂起先不是 被造的吗 而是神里面 对啊 所以说 这个 纳比解经告诉我们 这个灵魂是从山上 被凿出来的 什么意思 灵魂是神的一部分 不是被造的 被造的是身体 对不对 你看 这个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怎么说的 用尘土造人 但是造了人以后 人没有生气啊 那怎么办 神就吹了一口气 那么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说人被造的部分是身体 灵魂不是被造的 灵魂是神的一部分 他吹气 灵魂不是被造的 是神的一部分 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先知 今天的世代 这个说自己的先知的话 一般都不是先知 对吧 一般是这样的 说自己先知一般都不是先知 下面问题 到了13岁 会有善的发生 就是善的潜能 看到很多这个年龄孩子爱说脏话 爱 和人作对 怎么解释是善呢 能详细一下吗 那么是这样的 因为在拉比传统里边 男孩子13岁 就成人了 对吧 因为在这个时候 比方说男孩子的生理的发育 这个地方也成熟了 对吧 这个毛发也长起来了 对吧 就生理成熟了 那这个时候 那比传统叫 Bal Mitzvah Bal 儿子 Mitzvah 诫命 那么 从13岁开始 犹太人 男孩就必须要遵守诫命 也就是说 在13岁以前 他是不需要遵守诫命的 对吧 那为什么13岁那么特殊 对吧 因为13岁 男孩子就成年了 那么成年了的话 就必须要遵守诫命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善的潜能就进去了 什么意思 他知道善了 他知道善了 并不意味 并不意味着他要行善 对吧 他要行善 那是一生的 学习和操练 但是在13岁以前 他是不知道善的 但是呢 按照这个Rizal的说法 他也知道 只不过呢 这个量比较小 一定点 下面问题 请问美丽和智慧的联系 美丽是躯干 对吧 屈干 Torso 英文叫torso 智慧的话是右脑 对 一个是情感 一个是这个 这个 智力 我们今天的学习到这里结束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 这个做一个散会的祷告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